第101章 入东本该人加一 随着北莽大军向南推移 位于龙腰州边境的刘夏城 就成了一座极其引人注目的城镇 在上任城墓桃前置无故暴毙后 顶替上尉的新任城墓 在南朝庙堂上的地位 自是水涨船高 不过 当他仓促得到那个消息后 仍然是下得不轻 带着几其轻卫 就拼了命往城外冲 但是在一条关路和阳长小道交界处 他被很不客气地拦下 对此城墓大人毫无怨言 只是幸幸然打道回府 回去的时候 不需要赶时间 时不时转头打量 那气度肃穆的几名骑足 嘿 是咱们北莽自称第二 没谁敢称第一的赤后 乌鸦篮子 听说培养一名乌鸦篮子 都能比得上北庭皇帐 独一份的两名重骑了 也亏的是那位胖子 才舍得砸这银子 董卓自从升官后 出门依旧披甲 哪怕上朝觐见女帝陛下 也没有穿过一次 这南院大王的显赫官服 但是这趟没有惊动 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袍子 他牵着陶前之之女陶满武的小手 走到辛劳两座坟前 老坟有些年头了 躺在里头的那位 虽然无亲无故 但以往不会杂草丛生 因为躺在辛坟里的那位 活着的时候 会让人经常拔草 从冲涉将军位置 退下担任留下城城幕后 更会经常上坟 可惜如今跟老家伙成了邻居 想来是真的有心也无力了 董卓蹲下身后 把一壶酒放在脚下 先在老坟坟头 默默拔去泛黄杂草 男男道 老武长 别怪小董胖子 我曾经发过誓 一日不成为一品高官 就一天没脸 来给你上坟敬酒的 今儿我这小胖子 可算发达了 你脸上多有光啊 咋也不咧嘴笑一个 咋的 难道是终于知道 自己那满嘴黄牙 瞧着圣人了 战功标饼的董卓 在战场上追杀也好 逃窜也好 哪怕没了战马 那都是两条腿 能快过四条腿的 可这时候 拔着那些幼灵志童 也能轻易情理的枯草 却显得尤为吃力 这个喜欢喊女帝陛下姐姐 更喜欢往别人大门上 贴春帘的大将军 和南院大王 此时已是泪流满面 然后用手狠狠抹了一把脸 眼泪鼻涕含糊不清 中原那边有个说法 叫一锦还乡 老武长 你凭良心说 我董卓今天够不够一锦 老子身上穿着的是啥 是跟当年那个北院大王徐怀南 一模一样品质的袍子 老武长 你敢相信吗 当年那个剑招一小镖 北梁骑兵三条腿都会软的 那个被你骂神恼肿的小胖子 是你带的所有兵担子里 当官最大的一个了 董卓没有转头 只是伸手指了指那座兴坟 你再瞧瞧陶前志这个王八蛋 比你还不如 都没死在战场上 说死就死了 这他妈的不是逃兵是什么 老武长 你跟这种人做邻居 能睡安稳 反正我董卓打死都不信 董卓默然转头 朝着那兴坟怒吼道 逃前志 老子骂的就是你 老武长走了后 兄弟里 你最先当上武长 第一个当上都尉校尉 第一个当了将军 这就算了不起了 放你娘的屁 一辈子最大的官 就是个冲射将军 一个小小 留下城的破城木大人 大人你个大爷 董卓惨然笑了笑 我知道 你是嫌跟我董胖子 一起混丢人现眼 所以死都不肯来董家军帮我 别人不过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再瞧瞧你 死了吧 你有本事爬出来 看老子不易脚把你踹回去 大概是怕吓着了 那个跪在新坟前头的小女孩 董卓连了脸失态情绪 拧开酒壶盖子 从怀里掏出三只酒杯 一只放在老五长坟头 挤了个笑脸 对陶满武说道 小满武 把杯子给你爹 就他那酒瘾 躺了这么久 我估摸着馋得够呛 小女孩双手接过酒杯 被董叔叔倒满一杯酒后 轻轻撒在爹坟前 董卓撒了一杯酒 在老坟前 自己也仰头刺溜喝光了一杯 自顾自倒了一杯后 又是一口饮尽 发现小满武双手 捧着酒杯递过来 董卓笑了笑 说道 叔叔不给你爹喝了 就让他躺那干瞪眼 小丫头泪水饮满那双眼眸 偏偏强忍着不哭出声 又委屈又伤心 董卓赶忙给他倒了一杯酒 看着这孩子 郑重其事 又撒了一杯酒 董卓又眼睛泛酸起来 歪头望向这座心坟 低声道 你放心 小满武比我亲闺女还闺女 只要我打下了北梁 到时候还能活着的话 将来不敢说 把整个中原 给咱们小满武当嫁妆 半个总是逃不掉的 董卓转头看着老坟 老五掌 是不是又想说 我董小胖子瞎吹牛了 这回 你还真别瞧不起人 如今我在朝堂上放个屁 都有一大把人说是香喷喷的 红静年慕容宝鼎 这些瞧着威风八面的王八蛋 都得乖乖给我打下手 北梁铁 岂不是熊甲天下吗 老五常 你大着胆子敞开了说 要他们今年冬死几万人 他们要是少死一个 我回头就直接在你们边上挖个坑 把自己埋了 来跟你们做邻居 你要是实在没法的开口 托个梦给我也成 逃满武又跟董叔叔要了一杯酒 撒下第三杯酒后 放下酒杯 一言不发跪在坟前 董卓没有让他起身 也没有安慰什么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把那壶剩下的酒都倒在泥土里 轻声道 当年老五长 你就带了我们这几个兵 我董卓现在 董家清军就有十万 还有这北莽最好的乌鸦篮子 北莽最好的部族 最南边沽赛龙妖两周 二十几座军阵的三十万边军 归我管 洪靖年的柔然铁骑 和柳归杨元赞这些大将军的十几万司军 还是归我管 再往北一点 两个持节令手里的一半兵符 二十万人马 也乖乖捏着鼻子 送到了我手上 等到陛下把北边草原上都收拾干净 除了拓跋菩萨不算 其他人只要到了南朝边境 一样归我管 北梁才多大的地儿 这么多人这么多战马 撒泡尿 就能让北梁来一场洪灾了 开春前大打一场 最多加上明年秋兽打上一场 北梁就彻底玩完了 董卓阴森森笑道 北梁那边一定还以为 怎么都要打个三年五载 我董卓做了十多年狐狸 这次就做一回头廊 不一口气吃饱肉 绝不罢休 董卓伸手抓起一把泥土 又丢掉 站起身后 说道 老屋长 老陶 这空酒壶我就带走了 等哪天带兵 一路打到黎阳南江 给你们装一壶那儿的泥土回来 让你们这两个 连北梁也没去过的香巴佬 见识见识 到底啥样的沃土 才能种出稻谷来 董卓起身后 看着还跪着的小蛮舞 弯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柔声道 咱们该走了 小女孩站起身 默默抬起手臂 擦了擦泪水 董卓想了一下 低头看了眼身上穿的滑柜袍子 衣锦还乡 无人看啊 那还穿着干啥 董卓把小蛮舞放在自己肩膀上 大步离开 笑道 小蛮舞 叔叔不是送你一匹小马鞠吗 很快就可以跟咱们百万大军 一起踏兵渡河了 铁马兵河入中原 当那个消息传遍京城 太安城没有哗然宣废 反而是处处人人皆 静若寒蝉 京城鞠不易 可那位在京城短短几年内 便倾云扶摇直上的国子剑 又祭久靖兰亭 罗列出十大罪 弹劾的不是别人 正是黎阳王朝 整个降伏之春的缔造者 首府张巨鹿 大部分京城人都觉得 这个外地佬 真的是失心疯了 跟张首府叫板 不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是什么 这十多年来 想要首府大人丢关的人 勉强算是一茬接一茬 隔三差五就会蹦跌几下 但大多时候 首府大人都懒得正眼瞧一下 而这些不自量力的人物 无疑不是在京城跺脚 都能镇上一阵的熏贵大佬 一个个根深蒂固 但谁成功啊 何况他们胃口不大 只是想着 那碧尔脱去关袍而已 从不敢奢望 要这位黎阳朝廷文官第一人 去见先帝 十大罪中 最让人信服的 其实就一条 那就是 逼死了满门中列首国门的 冀州寒假 这确实是温絮两任首府 一波相传的一桩王朝密室 靖兰亭所用的登登相续 欣欣无穷八字 来形容张巨鹿这一脉的正改 可谓精准无比 而值得玩味的是 那条勾结全换寒生轩 导致内外亭乌烟瘴气 如今人猫寒生轩已死 首府大人如何自便 但是最有杀伤力的那条 同时也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不是四阳两辽边军 而是十大罪中的最后一条 执政十多年来 大开曹运掩铁 倾力资助西北 当这个消息很快沉淀下去 看似迅速泥牛入海无声无息 但越来越多的人 咀嚼出了其中三妹 虽然首府大人 还是每天参与朝会 该夜宿镜中当职之时 必然在尚书省当职 处理各项政务 也依然有条不紊 但是首府府底门可罗却不奇怪 毕竟首府大人向来不喜欢私下会客 可跟首府同一条 街上的高门大宅 也开始门庭冷漠 就很能让看客遐想连偏了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 张巨鹿没有像上次针对赵世勋贵那般雷霆一击 对于晋三郎 这位国子监又记久的忘恩负义 和疯狗咬人 闭眼没有任何反应 与此同时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那就是 有影乡之称 又在今年全权负责地方官员大平的殷茂春 提前悄然返回了京城 皇帝陛下带着太子殿下 一起登门拜访了齐阳龙的府邸 桓文称并部参加大小朝会 紧接着 一声东雷在太安城响起 那个被西楚叛军问中捉鳖 而灰头土脸的大将军杨慎姓 秘密上书太安城 证明首府张巨鹿 当年因私构陷寒家 确实无误 立冬之日 清晨大悟 皇帝陛下轻率太安城一众公卿 将相以迎东于北郊 显贵之中 除了门下省主官桓文 依旧不曾露面 以张巨鹿为首的京城文五百官 一个不露 因而立冬五早朝 但迎东之后 会有一场盛大朝会 天子赐敖百官 寓意体恤臣子已欲东寒 这一天 其实天为亮便已早早起床 在书房独坐的坦坦翁 对着窗外的天色发呆许久 当天色见明 老人去书架上抽出一本恩师当年赠予的手抄本 自己摸摸 在手抄本飞夜颤颤抖抖写下一行字 打算让府上管事送往首府府底 入冬天见寒 老友且加一 写完之后 老人又开始发呆 然后 一位府中老管事 脸色苍白 脚步亮腔地撞入书房 天塌下来似的悲怆道 老爷 首府大人在朝会上说 徐家两代人物守西北二十余年 兢兢业业 徐凤年子成副业 忠心可见 当席封大驻国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首府大人为何要如此行事 关键是陛下 竟然也为动目 虽未答应那大驻国 却是在被拒圣旨之后 再度赏赐了那新凉王一个上驻国 桓温面无表情的挥挥手 示意老管事退下 收房复归 寂静无声 桓温轻轻合上那 原本摊开的珍藏手抄本 难难道 老家伙 只能烧给你了 第102章 明年春发花 入冬时节 在外水枯草黄 能遇上那钉点顽强的绿意 就分外讨喜 三人牵马 停在一处水源畔 再静直往北侧马三天 就可以看到那座瓦筑城 徐凤年蹲下身 拘起一盆水 拍在脸上 长呼出一口气 不安兵士的随斜鼓 随口问道 这些北蛮子 脑子进水了不成 为何不在初秋十分屯兵边境 历史上这些在马背上 竹水而居的游牧蛮子 不都是在秋天杀入中原 大肆抢掠秋收吗 到了天寒地冻的冬天 还抢个卵 徐凤年忍俊不惊 淡台平静淡然解释道 你说的只是一般情况 历史上几场游牧民族 带给中原巨大创伤的浩劫 其实大多是在冬天南下 借着河水结冰 骑兵畅通无阻 大奉王朝末期 北蛮子就是凭此杀入中原腹地 徐凤年接着说道 草原游牧民族 和中原农耕王朝 就是狼和虎的关系 主动权一直在后者手中 后者每当新盛衰亡交替 而呈现疲态时 是一头幼虎并虎 或者即将老死之虎时 北蛮子就变成了最强大的时候 因此 每次中原内乱 北蛮子都会难清过境 趁火打劫一番 但是说到底 从大秦起至黎阳 还是中原王朝 压着北蛮子打居多 要知道 当时大秦正史 可是记载着蛮兵武 而当秦兵一 大凤朝巅峰时 官室也有说过蛮子颇得秦巧 游三当一 也就是说 那时候 即便北方游牧 获得了许多大秦朝的铸造工艺 三个蛮子 才只能相当于 一名大凤甲氏的战力 只是时至今日 北蛮依靠着 吸纳的无数春秋移民的南朝 在中原那边 胆胆自称 与北蛮厮杀 数量相当 而不溃败的劲率 估计也就只有 广陵王赵义 和烟尺王赵炳的精锐部队 隋邪谷忍不住问道 黎阳王朝一统中原 难道还不够强大 不都说黎阳之强盛 远超大凤之追大秦了吗 徐凤年哈哈笑道 如果当今天子初登大宝那会儿 没有急于跟世人表明 他的雄才伟劣 没有跟北蛮那几场打仗 而是安安心心 消化春秋八国的实力 那么接下来这场 黎阳北蛮的虎狼之争 我北梁三十万家是有 还是没有 甚至已经完全不重要 最多就是锦上添花而已 随邪古瞪眼道 那姓赵的皇帝小子 脑子进水了 当时也没谋是劝阻 徐凤年无奈道 当时黎阳跟北蛮的胜负 就在五五之间 谁敢胡乱劝说 何况赵家天子心底 最想凭借几身军功 押住以我爹和顾建堂为首的 一大波春秋名将 世上人何事 哪来那么精卫分明的黑白对错 像我是徐霄的儿子 在我眼中 徐霄自然便是无一大错大妃 却有无数大事大功的异性王 那么在太子赵传这些皇子眼中 想来当今天子 更是黎阳历史上 最勤政爱民的帝王 当年赵凯要在卢尾档截杀我 我也要去铁门关节杀他 我与他两人 也没谁就是罪大恶极的家伙 只是没办法 当时都是棋子 而且还是被推过河的卒子 随邪谷讥讽道 哟 听口气 感情今儿你小子就摇身一变 成下棋之人了 对于吃剑老祖宗的挖苦 徐凤年笑着不说话 站起身后望向北方 那里的一条线上 有瓦筑军阵 西京 京禅州 再往北 就是北莽王亭了 一身练气使白衣的弹台平静突然说道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 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原王朝 何尝不是一种灾难 一旦这个王朝的掌舵者 崇尚边宫 身边同时围惧 有一群袭击着扬边大漠的天才将领 反之亦然 游牧部落和农肯王朝的厮杀 哪怕黎阳王朝覆灭 换了一个又一个姓氏君主 也不会改变 徐凤年摇头道 可以 弹台平静不敢置信 可以 徐凤年伸出一根手指 指向北方 只要我们能够打下这片土地上 然后在那打造出数条贯穿北蟒的大青直道 弹台平静 一脸匪夷所思 你疯了 徐凤年眯起眼 轻声道 我没有疯 真要说疯 那也是当时才执掌国炳的年轻首府 当年在徐骁和顾建堂 选择谁来镇守西北门户 争论不休 明面上翁绪两首府 都是坚决反对 由我递来封疆猎土做异性王 但是我很晚才知道 一个内幕 反对派中 有人说服了当时治世还乡 却官微游在的老首府 这个人 就是张巨鹿 因为这个从未投军从容的文官 有着所有武将都无法想象的野心 年轻首府要以北梁作为进攻北蟒的前哨 以北梁铁骑作为进攻北蟒的主力 以此尽量减少黎阳的兵力损耗和补给压力 在这个前提下 张首府会让朝廷默许徐家对西蜀南照有节制的渗透 徐凤年缓缓说道 在这个年轻首府和北梁双方心知肚明的形势中 许多事情不可抗拒 其中满门中烈的韩家过于固执保守 一时不想拿整个家族跟机为北梁徐家作驾衣裳 一旦妥协 韩家作为北方军事砥柱的地位就会消失 那么世世代代跟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的韩家 也会很快变作过眼云烟 要知道 当时徐家富梁 韩家家主还跟我爹 两位至交好友 还把酒言欢来着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的第一桩媒妇直言 可不是后面那个什么驸马 而是韩家那会儿 一个还扎羊脚丫的小姑娘 多在他父亲身后 露了半张脸 朝我做了个鬼脸 徐凤年双手缩在秀中 起先事情还未谈崩 韩家也做了许多努力 然后原本西横插了一脚 狠狠阴了张巨鹿一下 等到我爹吊动铁骑 跨进去就出韩家子弟的时候 一切已经晚了 徐凤年望向天空 小时候还会经常梦到 那个只见过半面的羊脚丫姑娘 半张脸都是血 一直哭 跟我说疼 徐凤年自嘲道 以前最怕做噩梦梦到他 等到后来想再梦到他一回 已经没办法了 徐凤年的腰微微弯了弯 似乎不堪重负 又似乎记起了谁 小时候不懂事 说了很多气话 还当面跟徐潇说过一句话 大概意思是 我成了你徐潇的儿子 是倒了八辈子没 我是这样 我娘也是这样 长大后才发现 徐潇其实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 能给我的 他这个当爹的都给我了 他嘴上总是说着 他在年轻时候 是多么意气风发 带兵打仗后 打了多少胜仗 享受到了多少风光 我那时候总是没耐心听他说 这些沉枝骂烂骨子 不耐烦了 就会说徐潇啊 好汉不提当年勇 咱甭叽歪歪的行不行 整个天下的明眼人聪明人 都笑话徐潇傻 帮着先帝打下了天下 结果给人家的儿子防贼一样 防了二十年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徐潇是不会反的 如果他要反 中原大的早就出现 南北化江二治的一幕了 可越是这样 黎阳就越会得寸进尺 所以赵家天子才会让赵凯持平去西域 让臣志抱断去北梁退路 逼着徐家三十万铁骑家底 去跟北莽拼光 赵家天子用这种手段 帮着他的儿子穿上龙袍 赵传的庙堂 臣子中 不会有功高震主的五人徐潇 不会有心系天下百姓的文人张巨鹿 版图内 不会有伟大不调的封疆大吏 不会有寄予龙异的藩王 只会剩下一个元气大伤的北莽 留下来给他儿子 去完成大秦大奉两大王朝 都没能做到的伟业 徐潇曾经说过 当今天子气量远远不如先帝 但确实能算是个不错的皇帝 徐凤年说着说着 就蹲下身 抓起一把黄沙 紧紧握在手中 随斜骨轻轻叹息 但台平静猛然转过身 望向远处 由石树旗扬尘而至 铁夹燃血 刀弩破败 徐凤年站起身 当那原本想着 借着这一方宝贵水源 迅速补给的石树旗 发现三人后 似乎天人交战 若是没有水 他们和战马 都扛不住 树里外敌方黑胡篮子的追击 在为首一旗大手一挥 冲向水源 筋疲力竭的十四旗 翻身下马 在装水入囊 以及战马饮水刷鼻时 都有人小心翼翼盯住徐凤年三人 以防不测 这里 已经算是远离北梁边境的南朝疆域 遇上自己人的概率 就跟遇上在北梁境内 遇上北蛮子差不多 这十四旗都是轻甲轻母的金旗 人人身材魁梧 马术精湛 腰间又都玄佩有最新一代的梁刀 可见是北梁边军中最拔尖的游弩手 不过这次应该是遇上了 敌方骑马百人骑队以上的围剿锥上 人人负伤 其中一匹战马 再到了水源处 摇晃了几下就当场倒闭 那名骑族忍着眼泪 不去看心爱战马 不需要他半句话 身旁两名骑士 就换了一把战损更轻的弓弩给他 而这名没了座骑 就注定不可能活着返回边境的游弩手 更不可能与战友同骑一马反乘 那只会多害死一名袍则 这位骑族背好轻弩 摸了摸腰间梁刀 对其他所有游弩手咧嘴一笑 然后转身迎向那些贤尾追杀他们 阻截军情传递的黑胡篮子 就在此时 已经上马的围首游弩手 看到那名气度不凡的年轻公子哥笑了笑 说道 我拿三匹马 跟你们换一把梁刀 如何 那有弩齐飙掌模样的汉子愣了一下 问道 你也是梁人 徐凤年点头 地道的梁州人 那飙长语气快速说道 既然如此 梁刀可以借你 但是希望公子回头 能够去封王关找我 我叫朱庚 这回我和兄弟们欠你一条命 公子的坐骑都是千斤难买 就是砸锅卖铁也买不起 朱庚这辈子 肯定还不起这份恩情 朱庚不是矫情的人 只敢说 以后多替公子杀三十个北蛮篮子 朱庚朝那个先前明摆着去送死的骑足 李廷急 滚回来 跟老子上马返回封王关 徐凤年把三匹马都送给朱庚 交出缰绳的时候 说了句 朱庚没听懂 但也来不及深思的言语 由弩手一标五十骑 是我欠你们三十六条命 十四骑在马背上抱拳致谢 朱庚不忘提醒道 公子小心 后边最多两里路 有六十黑狐篮子和三百北蛮青骑 徐凤年点了点头 等到十四名由弩手远去后 看着那两匹伤痕累累的战马 转头对弹台瓶颈和随邪谷说道 劳烦两位前辈 把这两匹马送往封王关 然后去都护府等我 随邪谷正要说话 被弹台瓶颈冷冷一瞥 只好把话咽回肚子 徐凤年右手拎着那柄借来的北梁刀 缓缓前行 一直握有那捧沙力的左手 松开五指 黄沙散落天地间 独自缓缓走向那三百多骑 明年春 某个小院里琵琶树会又发了新芽 又开了新花 后年春依旧 就是不知道能否亲眼见到了 第103章 大军开拔和狭路相逢 在春秋战火中 赤后作为一支军队最敏锐的处须 很少动辄半标一标这样大规模出动 但是在两网边境线上 恰恰相反 赤后很少单枪匹马去捕捉军情 原因很简单 双方在赤后的运用上 都堪称登峰造极 不论是重视程度 还是损耗速度 都要远远超出中原地带 达到了一个让中原将领觉得夸张的地步 双方一旦碰头 往往意味着一方注定要全军覆没 在双方单兵作战和默契配合 都大致相当的时候 任书就决定了 谁能带着重要军情离开战场 北梁边军已有奴守名动天下 而北盲也毫不逊色 董卓的乌鸦篮子 黄颂蒲西年亲手打造的远游赤后 以及被誉为大将军柳归亲儿子的黑胡篮子 都是当时最出类拔萃的赤后探子 有奴守标长朱庚率领五十旗 深入大漠腹底 既是运气也靠实力 在通过观察推演出一份谍报后 反身途中被一标黑胡篮子截杀 然后不仅第二标篮子 火速加入追杀队伍 身为南朝边军统帅之一的柳归 得知战报后 毫不犹豫地调动附近三百青旗 务必要将这条漏网之鱼抓住 寒风呼啸 战棋烈烈 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大帐内 大将军柳归眉头紧皱 他蹲在一只即将煮沸的锅子旁边 这段时日 甚至很少去看那副无数碟子 用鲜血姓名换来的北梁边境图 不是柳归大权旁落 也不是这位名将 不重视北梁铁骑 而是连他这位边帅到三天前为止 都还不晓得 己方到底要主攻何处 要把北梁北线三周中的哪个倒霉蛋 作为大军突破口 董胖子这么胡闹而戏 虽说慕容耶律两姓 因为后援大草原上的动荡不安 而自顾不暇 可是南朝两根大梁之一的老牌龙冠贵族 素来跟柳归杨元赞代表的军方新贵们不对付 这次更是在西京朝堂上跳脚骂娘 群起而攻之 恳求皇帝陛下收回董卓的兵权 皇宋蒲都已经告老还乡 差点都被这些恼羞成怒的华族豪法 拎出来鞭尸几下 可见时下南朝混乱到了什么程度 关键是主帅董卓 先前藏藏叶叶 似乎铁了心要让那将近百万的大军 白白消耗粮草 他柳归和杨元赞 就是想为他说几句话也办不到 反而只会火上浇油 柳归暂时负责孤赛州所有军阵的边防军务 在战时 连原本品质官位相同的持节令 也要听命于他 这是北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特例 这也是皇帝陛下 给予主帅董卓的天大特权 要知道 北莽不同于黎阳中原 手握雄兵的持节令 绝对不是一道经略史或者一周刺史 想到这里 柳归已经闻到了 砖茶养奶和苏油茶叶 混淆而成的独有农乡 掀开锅盖 这位曾是中原氏族出身的大将军 心情转好 抓起一把盐丢入锅子 与奴隶出身的大将军杨元赞不同 也与祖辈辉煌的黄颂蒲不同 柳归的家族在北奔移民中不入流 但到了北莽南朝以后 也不至于被莽人当成猪狗肆意宰杀 柳归能有今天的地位 归功于年少时在旧国的寒窗苦读 归功于那些书上读来的兵法韬略 柳家也因为他柳归在北莽焕发第二春 他也成了族谱上当之无愧的忠心之人 不过柳归功成名就之后 不像很多念旧情怀的春秋移民 或者交涉营义的北莽贵族 从不去喝那些一夜一惊的中原名茶 柳归到了北莽后 就喜欢上了眼前锅子里的奶茶 喜欢那种羊奶马奶带来的浓烈腥味 柳归勺了一碗茶后 放在鼻尖秀了秀 一手托完 慢悠悠转动 家族那子弟 好像都喝上了一种 产自春神湖的明茶 不惜一致千金 甚至还有年轻人扬言以后 打下了中原 一定要在春神湖的岛上 拥有自己的茶园 这位大将军笑了笑 这些孩子 不知天高地厚啊 真当中原是纸糊的 就算中原好欺负 北莽这个门槛 怎么跨过去 怕就怕到时候 北莽是断了一条腿 才得以跨过呀 接下来 南边有坐拥天险的陈之鲍 此人用兵化腐朽为神旗 给他三万兵马 可当十万雄兵 而且 东线上还有春秋名将顾建堂 这次广陵道内讧 隔岸关火的东线战力 完全就是毫发无损 柳归停下转动茶碗 自言自语道 归根结底 北莽百万大军的真正敌人是三人 徐凤年 陈之鲍 顾建堂 有哪个是省油的灯 柳归喝了口茶 淡了 又抓了些盐丢进去 然后喊道 临福 一名在帐外守候的雄义武将 掀起帐连走路 柳归抬了抬手中茶碗 来一碗 以后可能就没这份心情了 难民中年武将摇了摇头 柳归也不强人所难 这家伙是他的心腹爱将 曾是黑胡兰子的主将 后来柳归嫌大才小用 给了他两条路 在自己军中 他当个正三品石拳将军 继续戎马生涯刀口填鞋 或者去西京兵部 当个兵部侍郎 安安稳稳过关老爷的日子 结果这家伙两条都没选 死活要当他的普通情味 柳归在心中叹了口气 这么个生生死死 都见过无数回的汉子 怎么就放不下一个 没啥嚼头的情子 老子的女儿早已出嫁 子女都快一箩筐那么多了 你灵福待在我这么个 糟老头身边有屁用 不过这些心里话 从不而女情长的柳归 也知晓太伤人 不好说出口 柳归问道 那彪北梁游奴手怎么样了 灵福沉声道 放心 逃不回北梁 而且 就算他们侥幸探查到了些东西 也只会以为 我们大军开靶 是要轻力去打那个刘州 柳归抬起头 神情肃穆 似乎没了先前的和蔼 但也没有刻意流露出威势 只是灵福瞬间便满头大汉 低下头 说道 大将军 除了一镖黑胡篮子 和三百青旗加入追杀 属下还跟随军的珠网蝶子 要了一名小宗师高手 还有消息说 玉禅州持节令的女儿 红胡郡主 也悄悄跟上了 柳归轻轻恩了一声 瞪了一眼这家伙 幸好你小子没蹭喝那碗茶 否则看我不抽你石鞭子 在南朝军界 作为轻壮将领之一 而极富名气的林福善善一笑 像个犯了错 差点被严厉先生打板子的蒙瞳 柳归喝了口浓茶 轻声说道 为疆之人 也许只是一念之差 就要多死很多人 林福 你知道为什么北梁王被人骂人徒 却不以为意吗 知道他这位大将军 会愧疚什么吗 林福摇头道 北梁王的心思 卑职可猜不透 柳归轻声道 人徒 那是杀敌百万的称呼 作为带兵之人 被这么喊根本不痛不痒 跟我抽你石鞭子差不多 可如果因为自己的纰漏 害死了本该可以活下来的麾下士族 那才会让人良心难安 林福小声道 大将军 我就一个小轻位 这话 你对那个北院大王的董胖子说去 柳归又气又笑 无奈道 知道你们不服气董卓 不过人家却是有真本事的 以后 你们这帮兔崽子少 阴阳怪气说话 滚 林福退出大仗 背后传来柳归的军令 传令下去 率仗难移 跟随大军前往流州 林福转身问了一句 大将军不把那锅茶喝完 柳归平淡问道 那我柳自娟儿郎得少砍多少颗人头 林福二话不说 剑步如飞跑去传令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大将军 现在其我就不当轻位了 上次说好了 让我当三品将军的 除了两万大军 还有那黑胡篮子都得归我管辖 你老不说话 就当默认了 柳归笑了笑 抓紧时间多喝了一碗茶 因为在一个月之内 不断有各路人马 离开原先驻地 赶赴孤赛龙摇两州边境驻扎 到达之后 西京兵部又长时间全无动静 怨声载道 结果在三天前 南院大王董卓 终于开始有所动作了 而且不动则已 一动就让人眼花缭乱 连他柳归都感到出人意料 边帅柳归的清军开拔 沙网刘州 把一场血腥追杀 当作出门散心的妖艳女子 站在一处高坡上 挑了挑眉头 他身边站着一位 气度浊然的锦衣老者 绰号龙王 北莽魔头排名第九 但北莽江湖公认 这名老者的排名 实在过低了 而那位雕妇娥的 北莽贵族女子 更是对此坚信不疑 一位连珠网六大提干 都得毕恭毕竟 喊一声失输的老人 第九 开什么玩笑 她便是在北莽 王庭艳明远播的 红艳郡主 号称面首无数 父亲是玉禅舟持节令 只是失言获罪于皇帝陛下 看上去是八大持节令中 最憋屈的一个 但是 她依旧是慕容女帝 最宠溺的后辈之一 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跟随父亲入京面圣 双手还没有洗干净掉 那些耶律姓氏 龙子龙孙鲜血的女帝 就会笑着 把红艳郡主捧在怀里 让这个孩子 站在自己膝盖上 那一幕 让许多耶律和慕容家族的 王族长辈 至今难忘 也只有那个时候 让人记起那位妇人 是个妇人 这个声名狼藉的天之娇女 曾经亲自去留下城 捎话给城墓陶乾智 清明十分 不宜出门 只是陶乾智没有听进去 然后救过真死于清明大雨中 她望着远方那场 人数悬殊的对峙 问道 老龙王 那个身影 怎么瞧着很眼熟 锦衣老者笑道 紧看身形 有些像是当年 在倒马关街上 被郡主调戏的那位郡俏公子 雕妇鹅的红燕郡主 哈哈笑道 记起来了 是有些像那家伙 还被我拍了一下屁股 远处 孤单一人的拎刀之人 没有任何躲避迹象 就那么直直迎向 那群策马前冲的 黑胡篮子和两百青旗 锦衣老者眯起眼 但是看气态 就是天壤之别咯 如果郡主不会是觉得 老母老眼昏花 咱们还是现在 就掉头就走 有多远走多远 红燕郡主一脸震惊 那家伙年纪轻轻 就是芷璇境界高手 可就算芷璇好了 也未必能在你老人家 和小四百旗军下逃生啊 红燕郡主问道 天相 北梁有这么一号人物吗 袁白雄比他年轻要大吧 也没有那个来这里 逛荡的闲情意志吗 锦衣老者摇头道 没猜错的话 是那个家伙了 然后老人就开始转身离去 红燕郡主却没有挪步 因为他知道 老龙王嘴中的那个家伙是谁了 他反而更不想走了 老人停下脚步 这我没说道 郡主 你真的会死的 那人已经发现我们了 老奴这一走 也不过是静人是听天命 好让那人知道我们无意插手 背对锦衣龙王的雕妇鹅女子 笑着白白手 老龙王 你走你的 我得亲眼瞧瞧这位传奇人物 我得确认一下 若真是当年被我开游的那个公子哥 我就算今天死在这里 也赚到了吗 还有 老龙王 你别想着打晕我啊 老人叹了口气 红燕郡主执意不走 自己离开也就没了异议 他方才确实有想打晕他的念头 他喃喃道 好些上场了 老龙王 你真不想亲眼看一看此人的风采 兴许错过一次 就是错过一伤哦 老人没有说话 但是已经来到红燕郡主身边 一起望向远处 黑狐蓝子有七十余旗 柳字大军铁位青旗 足有三百 在这只旗军看来 这只蓝鹿蝼蚁 就是一冲 急死的货色 他们真正的任务是 截杀那十四旗游弩手 徐凤年始终左手握刀 却没有右手抽刀 停下脚步 手腕一抖 左手梁刀出鞘 而刀鞘则直直刺入身侧的沙地 左手反握刀 第104章 旧章 望向那边狭路相逢的场景 锦衣老者问道 郡主真不怕死 雕妇鹅女子心思剔透 说了声走着 那位北莽珠王的元老 抓住他的肩头 沿着波及往下飞掠而去 一直到与双方碰撞处平行的 二十丈外才停下 在飞掠途中 红燕郡主 还有心情扭头欣赏那些 北莽骑士的冲杀姿态 矫健身躯 随着马背一起一扶 如同一个人的呼吸 充满了一种 让人赏心悦目的动态美感 北莽战士手中的弯刀 要比梁刀弧线更大 这样的弧度 使得北莽战刀 拥有更加巨大的劈砍力道 配合他们的身高 以及先天超出 中原男子一节的雄魂履历 一刀劈下 势如破竹 红燕郡主耳中 传来那些北莽男儿的 粗广呼喊声 他坚信这种声音 也必将响彻中原大帝 不是一个五榜高手 就能挡下的 也不是北莽三十万 假设能够拦住的 他摸了摸那抹腐额貂皮 眯眼远望 只见那个整座 北莽王朝数百万铁蹄的 拦路之人 反提那柄梁刀 横在胸前 最前排并肩的 三骑黑狐篮子 在马前胸高度位置上 像是出现了一条裂缝 然后瞬间扩大 战马和骑士继续前奔 但是被切割成了两截 下半截战马 连同骑足的双腿 都摔在黄沙中 战马上 半截和刹那间 被截断双腿的骑士 摔在更前面 一些的地上 不光是第一排 后边十几排 也是如此诡决光景 在那名刀客 身前摆不远的道路上 顿时就占出一大片血腥 一匹战马的半截 露出星红肠胃的身子 就那么死死贴在沙地上 向前滑出去 战马尸体后 则是那条触目惊心的血路 三十几名断去双腿的骑士 坠地后 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 那根看不见的线 并未强弩之末 事实上一直在迅猛推进 但是后头北莽惊奇 尤其是黑狐篮子 在察觉到不妙后 直接高高跃起 砌抽刀 甚至有骑士 猛然拉起缰绳 跳过了那条横切而至的线 在更后边的骑士 开始迅速偏离直线 尽量绕出一个大弧度 进行规避式冲锋 他又问道 极限是多长多宽 锦衣老者视线些许偏移 望向骑队后方 答道 这一刀大概是长板鱼杖 宽两杖 但仅是他的这一刀而已 他则则道 这要是在战场上 岂不是很威风八面 老人平淡道 在大型战场上 有诸网这些 只管针对江湖高手的潜伏死士 何况还有神剑手和脚探母 甚至是投石车 寻常高手 谁敢这么玩 谁就是第一个死的活靶子 当然 眼前这位 除外 他要是真想像西蜀剑皇那样死战不退 恐怕需要几位顶尖高手牵制才行 退一步说 这种高手在体内契机浩劫到油镜灯江枯之际 依然是想走就走 没人留得下 毕竟只是 换一口气的事情 这么一口气 不是同为武平高手 就如何都抓不住 那稍纵即逝的机会 但是世上从来都是一物降一物 此人胆敢亲身陷阵 我们的军神 自然也就不介意 亲手摘到他的头颅 军中的万人敌 绝大多数是昙花一现 证明自己有这个实力 然后就死了 红艳郡主身以为然 点头道 这也是江湖高手 不愿掺和杀场厮杀的理由吧 一身修为来之不易 说死就死 也太郁闷了 下辈子投胎 可就很难保证 还能投出个根骨气家的好胎了 那人似乎抬起手臂 微微划抹了几下刀锋 道路上六七名跳离马背的黑胡篮子 就在空中炸裂分尸 随着他的反手刀 一次次动作幅度极小地转换 一匹高高跃骑马蹄 还未踩他在地面上的战马 一条无形的线 从左侧马腹下方 向上倾斜至马背骑士的右侧尖头 切成了两半 又是一大泼鲜血 洒落在地面上 一名正在晚宫射箭的骑士 被连人头带马头一起当中劈开 在刀客和三百多骑之间 已经出现一大滩 有点极面的血泊 然后这摊血泊 随着刀客的继续抬手 继续迅速向前推移 这些披甲骑士 就像豆腐被刀锋轻松割裂 红燕郡主满脸惋惜道 只是蝼蚁啊 对于那场惨剧 没有半点恻隐之心的老龙王平静道 蝼蚁不假 可之所以这么凄惨 还是数目太少的缘故 只要蝼蚁汇聚成了 不计其数的庞大乙群 那就不光是西蜀剑皇会被活活咬死 老人继续说道 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决定万人战役的顶尖高手 北梁是有 但屈指可数 眼前这位 加上袁左宗和徐彦兵 袁左宗身为齐军统帅 等到战况危及到 需要他去力挽狂澜 那么也就意味着 整个北梁边军差不多完蛋了 那个枪先王秀的师弟 倒是最有可能出现在前期战场上 这么丰锐的一杆枪 搁谁都不舍得 白白放在兵库里不喝血 红燕郡主点头道 也对 如果轮到他北梁王不得不上阵杀敌 别说北梁边军 恐怕北梁四周都已是我们囊中之物了 他突然开心笑了 老龙王 你说他好歹是暂时顶着天下第一头衔的人 结果不管他武力多高 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徐家三十万假释 一个接着一个去死 是不是深感无奈啊 老人想了想 笑道 换成我是他 早就跑路了 天大地大 何处去不得 何处不逍遥 他好奇问道 反正边境上杀来杀去就那么回事 那么这个人 怎么不干脆潜入咱们王亭大开杀剑 不是挺能扰乱军心的吗 老龙王被他这个门外汉的天真想法 弄得哭笑不得 叹气道 到了天象境后 高手与高手之间就很容易心生感应 就算他能杀一座城两座城 哪怕整个宝平周 给他杀的流血千里 然后 被拓拔菩萨 红敬炎和剑气 竟这些大宗师 联手围殴堵着杀 红燕郡主撇别嘴道 怎么成了无敌高手 也这般束手束脚 多无趣 以前只听说如是道三教中 跻身天象境界的半生之人 不敢轻易出手杀人 是怕沾染因果气数 原来这些纯粹的武夫 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老人苦着脸 说了句良心话 老奴不得不陪着郡主在这里等死 不是更无趣 老人眉来游望向天空 感慨了一句 人生天地间 有天地在 我被谁不是束手束脚的牵线傀儡 这座牢笼 有人侥幸跳得出去 但是肯定没人打得破 红燕郡主疑了一声 结束了 雷声挺大 雨点太小 我可还没看过瘾啊 在说话间 北莽骑士 果然没有让这位姓耶律的 金枝玉叶失望 当人数已经不足三百的骑士 全都停下马蹄时 那人也停下了刀 一名在柳字军中 九副盛名的神剑手 抓住这个绝佳空当 猛然间挽弓如满月 弓弦崩触碰一声巨响 朝那名年轻刀客机 射出一箭 另外两名背负大功的魁梧骑士 截使拈箭出囊 拉开大功 一气合成 便分别射出一支箭 先后三根灵力力箭破空而去 箭头都精准刺向那名刀客的面门 随后一幕 让这些酒精沙场的精锐之士 都瞠目结舌 三根羽箭 就那么安静悬停在空中 保持着斜刺姿势 刀客将那柄 最让北莽边军深恶痛绝的梁刀 放回了刀桥 一支凋零箭 两支寻常羽箭 他伸手握住那根 被中原称为快急过阴耀 而大风摇不动的凋零箭 反手甩出 那名马背上在射箭之后 双手下意识抓紧缰绳的神剑手 被一箭穿透头颅 整个身躯都被巨大清澈力往后一带 双手随之扯动马将 战马前蹄抬起 骑士的尸体 则后坠落马 与阵亡骑士朝夕相处的那匹战马 似乎还很茫然 轻采细碎马蹄转身 用马鼻碰了碰那名倒地的主人 一名头领模样的黑狐篮子 回头看了眼北方天空 带着无比眷念 再度转头后 面朝那名实力恐怖的年轻高手 这名篮子猛得一加马腹 率先开始 无异于自杀地疯狂冲锋 第二匹战马开始跟随 第三匹 第四匹 最终 整只骑队无意骑波转马头撤退 全部开始冲锋 看到这幅悲壮场景后 红艳郡主咬着嘴唇 轻声道 走了 嗯 老人疑惑 却没有半点迟疑 抓住他的肩头 往后倒掠而退 他闭上眼睛 感受着耳畔的疾风拂过 说道 如果任由他们 无缘无故死在这里的军情传回草原 那么他们就白死了 老龙王没有出生 将近四百旗追杀十四旗 结果还没有成功 任由敌方有弩手传回情报 哪怕这些北蟒戒儿 已是全部战死 他们身后大草原上的父母妻儿 甚至是整个部落 都会被牵连 而那些人 原本是在等着他们的亲人 带着战工和粮食回家 就算空手而返 活着也好 任由两条大鱼离开后 帮十四旗游弩手断后的徐凤年 选好梁刀在腰间 迎向气势汹汹的北蟒骑队 他开始奔跑 黑狐篮子的那名镖长 最先冲杀制 徐凤年一跃而起 那名镖长 还保持着高高抬臂劈刀的模样 一掌拍在这人的头颅上 连人带马都砸入黄沙大地 四肢近碎的战马腹部 跟沙坑粘在一起 只是徐凤年手中多了一颗 被他拔出的头颅 砸向第二名黑狐篮子 那篮子胸膛炸烂 徐凤年迅速坠地 一个摇晃 肩膀撞在左右两侧的战马侧面 马蹄离地 两旗横向侧摔出去 一骑凶悍直撞而来 只是在离徐凤年一仗外时 人马巨势被磅磅脊脊碎 斩开一团血雾 那名钱藏在黑狐篮子 和柳子军精其中的珠网碟子 毫无征兆地破开血水雾气 剑肩直指徐凤年眉心 徐凤年全然不理睬那剑肩 伸出手按住这位捉亭狼的脑袋 往下一按 摔在地上 剑肩崩碎 剑身折断 蝶子的身躯在黄沙地上弹了一下 先是蹊跷流血 既然是经脉寸断的全身都渗出血丝 这具尸体被徐凤年一脚挑起 撞向前方一匹战马 在冲在最前方的十几骑 就这么毫无反抗地死去后 那些活着的骑士终于丧失了冲锋复死的勇气 开始有人后撤 天底下确实有热血上头不怕死的人 也有着即便怕死 却可以为之坦然去死的事 可是这些一向骁勇善战的北莽精锐 不希望自己死在一个连名字身份都不知道的敌人手上 徐凤年微微一跺脚 向前伸出一只手 在他身前地面上 一柄柄黄沙长剑拔地而起 约莫半住香后 带着红燕郡主 飞奔出去二十数里路的锦衣老者 整个后背瞬间崩直 一个清冷嗓音从他背后响起 两位在盗马关认识的老熟人 你俩这么不把命当命啊 然后红燕郡主发现自己的臀部被轻轻拍了一下 背后那人微笑道 旧账结清 所以你可以去死了 第105章 护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盗马关时 被老龙王护驾的雕妇文女子 进入北梁边关险爱 是如踏春游玩 见着了那未生了双漂亮眼眸的年轻俊哥 不过是当成了粗通武艺的世家子弟 想调戏一下 那就随心所欲 摸了他一把屁股 哪里会想到 风水轮流转如此之快 今天被他拍了一下臀部 堂堂郡主 唯一能让北蒙女帝 愿意做出寒衣弄孙姿态的皇室后辈 竟是连转身的勇气都没有 锦衣老者 不愧是北蒙诸网的老祖宗 轻轻一推红燕郡主肩头 将其推出去老远 命悬一线 也顾不得拿捏力道 他摔在十数帐外的黄沙中 在送他暂时脱离险地后 老龙王一声轻鹤 舌战春雷 浑身气机流转 如绝地大红 一身至宫不输 江南制造的华贵锦衣 被外泄气机 撑出千万条细微缝隙 老龙王没有转身 甚至连都没有转头 台臂向后砸去 手臂上的袖子 刹那之间化为积粉 龙王狐绿铁官 是北蒙成名已久的高手 在拓拔菩萨慕容堡顶红敬严 这几位新秀 尚未崛起之时 天纵之姿的狐绿铁官 曾被看作是 可以赤手空拳 挡下枪先王秀那敢刹那的顶尖高手 狐绿铁官的近身肉薄 不可谓不强 尤其以筋骨坚韧著称于世 慕容堡顶 在获得不动名王美誉之前 还曾跟狐绿铁官请教过淬炼体魄的秘书 北蒙女帝整肃江湖势力期间 被召见的狐绿铁官 就落过一手 八架分别有两百脚尖拽手的工程车 投掷出八颗重达180斤重的大石 几乎同时杂项 占于两百丈外的龙王狐绿铁官 老人在空中泉碎大石 没有让任何一颗巨石完整落地 老当义壮的狐绿铁官 这一臂挥去 如同裹挟风霉 徐凤年伸出右手 轻描淡写 抓住老龙王的手腕 扣指断长生 狐绿铁官瞬间只觉得 体内那股急速流转的磅礴气机被截断 如一艘急速楼船 默然遇上了铁锁横江 而且 这锁江铁锁不止一处 而是在他六处紧要翘穴 都兴风作浪 像是硬生生在他体内 设置了六道关卡 雪庸狼官马不前 认你是日行千里的骏马 大雪鸭路 意识行不得也 狐绿铁官浑身颤抖 鲜血猛然从牙缝间蹦出 拼着受伤 也要冲断那些铁锁 竭力让仪器贯通全身经脉 老龙王横果爵 也有不惜玉石剧粉的狠辣 可徐凤年既然出手 就不会拖泥带水 左手掌握着手刀竖起 搁在狐绿铁官间上耳盼 往左一拍 抓住老人手腕的右手 往外一扯 狐绿铁官的脑袋 出现剧烈震荡 更害人的是 老人的整条胳膊 都被徐凤年从身躯拔掉 与此同时 狐绿铁官的整个头颅右半边 都出现密密麻麻丝丝屡屡屡的 鲜红丝线 如不计其数的赤蛇 在他肌肤中肆意犹窜 狐绿铁官的长处 是力大无穷 且龙金铁骨 无比精通 近身肉搏 可他一定不知道 如今一旦让徐凤年近身颤抖 那无意等于让 黎阳王朝那位号称 陆地神仙之下 含无敌的人猫进了身 而天底下 唯一一个擅长 以指悬杀天象的韩生轩 杀一个指悬镜 总不至于更难吧 被扯掉一条胳膊的狐绿铁官 双脚身陷沙地 双目猿 睁望向远方 纹丝不动 徐凤年轻轻丢掉那条手臂 转过身望向那名初见时 何其不可一世的雕妇鹅女子 这位神情悲怆的红艳郡主 正正坐在地上 他不知道 为何在自己心目中 喊逢敌手的老龙王不动弹了 他只知道 老人肯定受了重伤 却绝对想不到 身为北莽传奇人物的狐绿铁官 已经弃绝身亡 徐凤年看着这个 大概是忘了逃跑的女子 双方都没有说话 他突然立声喊道 老龙王 杀了他 他是北梁王徐凤年 你只要杀了他 我就亲自去跟陛下给你请功 你可以做大将军 坐持节令 红艳郡主不傻 相反 他是一个极其聪慧城府的女子 否则也没办法在 耶律慕容两姓之间左右逢源 他哭喊道 狐绿铁官 你倒是出手啊 他满脸泪水 哽咽道 老龙王 你哪怕动一下也好啊 徐凤年看着这名女子的雕妇鹅 但是左手已经按在腰间梁刀上 红艳郡主猛然间平静下来 站起身 拍了拍衣裙上的黄沙尘土 理了理并搅凌乱青丝 和那有些歪斜的雕妇鹅 缓缓问道 我可不可以选择一种不丑的死法 徐凤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微笑道 你有没有可以拿来换命的东西 比如说 董卓柳归的大军动向 又比如说 有没有一些耶律大统一姑的消息 要不然 说一些你们北莽那两只大仗重骑的事情 也行 他扯了扯嘴角 毫不掩饰他的讥讽之意 徐凤年拇指轻轻推刀出鞘 就在此时 一骑鸡驰而来 马背上是一位满脸血污的年轻骑族 还多带了匹马 看他装束配饰 不伦不类 既有柳自军百夫掌身上扒下来的铁甲和佩刀 也有黑胡篮子的独油短刀 还背有一张巨大凋零弓 应该是这名骑族大发了一笔死人才 红艳郡主转头看向这劫后余生的一骑 眼神中尽是鄙气和仇视 不用想也知道 是个投敌叛变的家伙 在北莽草原上 就属这种男子的骨头最轻 那名年纪轻轻 就以凭借骑术剑术 进入柳自军将军亲骑的骑士 停马步前后 大口喘气 也看了看那雕妇娥女子 先前在大军营寨中 只是有幸远远见过几眼 当时是一位万夫长神情 恭敬地领着他和护从 前往大将军率仗 这种大富大贵的女子 他连想都不敢想 这辈子能与之说上一句话 至于此时此刻 他眼神里那种居高临下的唾气 让这个确实已经叛变的年轻人 不由自主低下眼皮子 但是他很快就抬起头 不去看那让人自残心灰的女子 而是望向那名刀客的修长背影 他的身体开始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先前那一幕历历在目 连他在那三百期开始后撤逃亡 这个年龄相仿的刀客 就那么凭空住出黄沙飞剑 他回头的时候 亲眼看到一名名刀则被那长剑贯穿后心 偶有骑士用弯刀砍碎飞剑 也挡不住第二柄飞剑的贯凶而过 有一名刀则被飞剑透肩刺落下马 整个人都被钉入沙地 那人在身形飘摇的追杀途中 随手伸出一手往下一按 几帐外死命挣扎的受伤刀则 整个人就陷入大地 扬起一阵黄沙 然后便翘无声息 有一名黑胡篮子坠马后 整个胸膛都被飞剑刺的血肉模糊 亮亮呛呛向这人奔杀而去 结果被这人错身而过 只见黑胡篮子双脚离地 脑袋像是被重锤击中 一个后仰 重重摔在地上 一名柳自军青军百夫长躺在地上 气若犹斯 被那人用提在手中未曾出鞘的梁刀 轻轻一颗 敲击头颅 整颗脑袋就那么炸碎了 当那人离他愈来愈近 鬼使神差 他不再策马狂奔 而是拨转马头 拦在道路上 但是没有去送死 而是等死 他也不知道 到底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看着那人 不断驾驭飞剑杀人 若是身侧有人 尚未咽弃死绝 就会用在撬梁刀 或用新柱飞剑面无表情 补上一剂 那一刻 在这名身陷死尽的小卒子看来 整座天空 都是如黄群的飞剑 然后是这些飞剑 支出一张灰灰大网 有六七骑黑胡篮子 做困兽斗 越过呆滞的他 嘶吼着向那人冲锋过去 然后连人带马 都被贯穿力 惊人的飞剑携带到天空 最后一起坠地 在他眼中 有那么几个瞬间 似乎看见了 那人在一呼一吸 一呼细微如水滴连夜 轻轻颤 一吸则惊吞天地 气势如虹 不知为何 那人跟自己擦肩而过 却没有朝他痛下杀手 当三百骑 只剩下他一人独活的时候 那人出现在他身侧 用地道娴熟的北莽言语 吩咐他可以随意拣选一些甲咒刀剑 然后多带一匹战马 跟着他离开 大概是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了一回 那时的年轻骑士都忘了恐惧 从鬼门关回来后 还有心情去捡取那些 早就艳羡不已的好物件 换上一匹两马 穿上铁甲 配上战刀 背上大功 一剑没落下 甚至年轻人还给自己 换了双斩星结实的牛皮靴 风骑卷黄沙 活着的就是这三人两马 红艳郡主望向徐凤年 伸手指了指那名年轻骑族 咬牙切齿道 你杀了他 徐凤年用一种打量疯子的眼光 促侠看着这位大漠上身 最为奋勋贵的皇室女子 他比你值钱多了 徐凤年继续说道 他不会死 不过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你只要 拿得出手足够值钱的东西 买得起自己的命 我就答应不杀你 红艳郡主风颠尖声道 杀了他 这种人不配当北马郎 徐凤年抬起手臂 对那名年轻骑族 做了个劈砍的冷酷手势 那骑族平稳了一下呼吸 开始毫不犹豫地抽刀冲刺 红艳郡主彻底傻了 他可以允许自己 死在北梁王的手上 但他绝不允许一个北马郡主 欲缠舟持杰令的独女 被女帝陛下深深宠溺的自己 到头来 死在一个草原叛徒的刀下 而且这个岌岌无名的懦夫 是如此的卑贱 他惨然一笑 无比仇恨地看了眼徐凤年后 迅速抽出一柄匕首 刺向自己的心口